我再说一次 恩典的话总会有神在前面的神爱我 但有神在前面不一定是恩典的 会是神惩罚你 这个是律法 但如果是神帮助你 这个是恩典 凡是恩典 必有神在前面 这个句子 必有神 神帮助你 神看重你 神欣赏你 神会提升你 这个就是恩典 所以我们就留意了 我们的话 有没有提到神 我有一期去非洲宣教 有一个牧师说 耶牧师 你每一次讲什么话 你都必定讲到神的恩典 他留意到这一点 我说什么话 都说到神的恩典 因为我的里面 我常常赎上神的恩典 所以我很喜欢神 我里面是充满对神的欣赏的 所以我的里面是 我知道我尊重神 神很喜悦 我就常常都是 轻松喜乐的 尊重神的 我希望你们也是 你的话都是充满恩典 都是讲到神这么美善 神这么祝福我们 提升我们 欣赏我们的话 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了 这个是恩典的话 我希望我们留意一下 你说的话 有没有提到神 是恩典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